你不要来找一左了 他结婚了 以后得离他远一点 我要他亲口对我说 说什么说 我的意思就是一左的意思 哎你让开 我不想听你讲 一左来 我给你买的衣服 谁像你的破衣服 拿着你的衣服走 一左 他说的是真的吗 二级哥 我姐姐说的是真的 我要结婚了 你以后都不要再来找我了 我怕给你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走 没事的一左 一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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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等我 等我一下 就给我两分钟可以吗 我有话对你讲一左 那好吧 姐姐就自己等我一下 走吧 一左 你跟我讲实话 这结婚是你自愿的吗 二级哥 是不是自愿的 还有那么重要吗 重要啊 怎么会不重要呢 这是关婚你一辈子的幸福呀 无所谓了 如果这是你自愿的话 我保证 我以后再也不会来找你了 但是我更希望你说实话 二级哥 我实话跟你讲吧 你说吧 这么活着 我一直都是不同意的 你应该最清楚了 但是现在我不嫁给他的话 我们家要赔十万块钱财你 你也知道的 我家底条件不是很好 而且我父母年纪也大了 我不想他们因为我 而背上那么高的债务 嗯 我理解你 所以二级哥 我只能任命了 一左 你可千万别灰心啊 任何事情都会有解决方法的 命运是天定的 但是事在人为嘛 我陪你一起想想办法吧 一左 二级哥 像我这样子的人 出来像命运低头 还能怎么办呢 一左 嗯 我想问你个问题 如果你不同意这门婚事的话 那个财你什么时候还啊 有没有一个期限啊 嗯 是有期限的 今晚也要半年之内还完 哦 这样子呀 哎 对了 一左 你还记得二级哥是做什么的吗 嗯 二级哥你是开公司的呀 对呀 你看我广东那边的公司 正好还缺人 要不你跟我一起回广东吧 不行的 二级哥 这件事情没有解决完之前 我是不能离开这里的 会给我家里人带来麻烦的 哦 这样子呀 行 那我再想想办法 你们这里有班上吗 你可以找份工作呀 有是有啊 我也想找一份 但是什么工作可以办你 这十万呢 哎 也对哦 那这样吧一左 我在你们县城再开个分公司 以后你就来公司上班吧 这样可以吗 可以啊 阿几哥说了算 但是你这不了多少钱吧 只要你相信阿几哥 阿几哥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那谢谢阿几哥了 行 那我就先去处理这件事情吧 弄好了到时候跟你说 嗯 你冷了吧 还说不冷 还说不冷 都缩成一团了 来 把衣服穿上吧 啊 不用了 不用了 阿几哥 你都帮了 我那么多了 我不能穿上你衣服了 哎呀 别客气了 买都买了 我又不穿你生衣服 赶紧吧 来听话 不好吧 没事的 赶紧吧 那 那谢谢阿几哥了 那你穿上看 挺好不好看 刚刚被你姐姐扔了一下 可能有点脏了 对 都有灰了 阿几哥好不好看 嗯 还挺好看的 这种是羽绒服 保暖的 对 它看起来很保暖 穿起来很暖和 对呀 我说是鸟 为什么呢 怎么去那么久 怎么还把衣服穿上了 好 快去 走 阿几哥我们先走了 好的 再见